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此之前的资讯是否正确虽不得而知 从过去挖掘调查的结果来看 却认为西元1400至1500年代的出土物品 推断准备扩张人机城的应该在第十一代相量程序的年代 人机城为中世纪时代强调自然地形的山城 自西元1598年起开始动工 改建为石造的近代城堡 可惜的是 人机城已经多次地震、洪水等天灾的袭击 留有多次崩落与修复的记录 且以西元1871年 废翻至线为开端 西元1872年至1875年 厂内的建筑物和树木遭到拆除 仅剩下石墙 因此 角鲁、长屏、多门鲁、枯河门 结实依据绘图、文献、照片等资料 加上挖掘调查结果终实还原而成 获选为国史记的人机城遗址 保留的石墙不愧是广阔石记 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特色 其中最具代表的玉下门遗址 是登城时的第一道门 修建时鲜艳的红叶与石墙相应 可说是最具魅力的绝美景色 还有从上游搬运物资 入城时使用的水之守门遗址 保留了川之城的风韵 周边还有建密藏遗址、银藏等 城内设有仓库 也是从江户时代的绘图中得知 石墙上方设有有名为 跳出的突出部位 跳出的石墙也非常值得一看 他在砍尬的东西 在砍尾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